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第16届金砖领导人峰会今天迈入最后一天 而我国在今年7月份申请加入金砖集团之后 今天正式成为金砖集团新增的13个伙伴国之一 虽然没有正式成为成员国 但是马大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吴林泰在受访时指出 能够加入这个集团对我国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而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岩更比喻说 金砖集团就像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新股上市在招IPO 我国错过了它第一轮和第二轮的IPO 如果再错过这一轮 那可能接下来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 他说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不稳定 美国这个蓝筹股的国际影响力逐渐的将和日下之后 我国应该要做的是分散投资来对冲国际风险 所以加入金砖集团绝对不会错 林福岩说呢 在国际政治学里确实有一种 也有一种叫对冲的概念 就好像在投资市场所说的 你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这些风险需要被分散 要多元化投资 所以就需要做对冲 林福岩说 我国现在就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去美元化开始 美国影响力逐渐下降的时候 我国分散投资是必要 也是明智之举 那根据BRICSinfo 在社交媒体X平台发布的资讯 金砖集团正式新增13个国家为伙伴国 但这些国家呢 还没有正式成为成员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 其他12个国家分别是 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波利维亚、古巴、印尼、哈萨克、尼日利亚、泰国、土耳其、乌干达、乌兹别克和越南 目前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峰会的经济部长拉斐兹说 金砖国家领导层还没有发布任何正式公告 列入名单的国家代表团也还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但是他表示如果消息是真的 马来西亚欢迎这一项决定 目前身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峰会的经济部长拉斐兹指出 他还没有收到任何来自金砖集团的通知 马来西亚政府也在等待进一步的详情 不过他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程序 因为每一次的峰会 成员国之间都会谈到接纳新成员的流程 所以他会等待最后的公布 pengumuman itu akan dibuat di akhir bagi pihak delegasi Malaysia kita akan menunggu sebarang pengumuman yang akan dibuat tapi kita juga sedia maklum bahawa permohonan daripada negara-negara untuk menyertai BRICS ini memang terus berlaku jadi pada setiap kali persidangan di antara negara-negara asal BRICS satu topik yang selalu diperbincangkan ialah mengenai mekanisme untuk menerima masuk anggota-anggota baru yang memohon jadi besar kemungkinan perkara itu ada dibincangkan dan di pihak delegasi Malaysia kita akan menunggu sebarang pengumuman dalam dua tiga jam lagi daripada sekarang 对于我国成为金砖集团的伙伴国之一 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言 接受八点子日报访问时指出 我国在今年七月份 就已经申请加入金砖集团 这是个正确和明智的决定 因为在目前国际局势 存在很多不确定风险的情况下 我国需要走多元化路线 就像在金融市场做多元投资 持有不同的股票那样 而金砖集团就像一家 有巨大潜能的新公司在招IPO 我国绝对不能错过这趟良机 这个公司他做出他的IPO 他在招股东 第一轮的股东已经招了 第二轮已经招了 这个是三轮了 如果我们再不申请呢 有可能要等很久 我们才能够等到 他的那个开放的那个申请 对马来西亚来讲 我觉得政府这个申请 就是说在企业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我们需要对冲我们的国际风险 林福衍指出 由于现在国际的局势 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被挑战 去美元化也已经开始 所以我国在不放弃美国市场的同时 加注在金砖集团作为对冲 这没有任何损失 金砖中国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国家 再加上俄罗斯这个国家 然后印度这几个国家 我们可以预测 马大经济学院高级讲师吴林泰也认为 加入金砖集团对我国来说百利而无一弊 因为除了多一个贸易平台增加五国的市场之外 金砖集团里还多了一些在我国现有的 经贸合作协议和组织内没有合作过的国家 比如说俄罗斯 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之前我们有谈过说这个金砖国因为他们组织的成员国 对于我国目前在金砖集团里只是伙伴国而非成员国 吴林泰表示这或许只是个开始 毕竟金砖集团才刚刚有五个新的成员国加入 大家需要时间磨合 而我国现在加入成为伙伴国 就等于是处在正式加入前的观察期 就比如我们的一个试用期吧 我斗胆的去预测是这个是好像一个试用期 所以他们看了过后把这13个国家的表现 跟他们成员国之间的那个贸易交易 有否进步来做下一次的那个审判 然后才决定 吴林泰和林福岩都认为 就算现在只是伙伴国还没有正式成为会员国 也没有关系 因为伙伴国就有点像是实习生加入一间公司 只要你加入了 其实你就可以有个新的国际平台 而且金砖集团还在起步阶段 成员国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会比未来更容易加入 因此对我姑来说 这怎么算都是一桩好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